持續帶來關心新北三重祖孫三死的命案最新情形 那麼現在呢 這個死者二女兒的丈夫張信賢依人 在今天早上已經在台中落網 那麼人已經被帶到了三重分局來進行詢問 而他對整起事件都已經坦誠犯刑了 那麼呢警方在調查的過程當中其實有發現呢 在這關鍵時間點5月5號的時候 這個張信賢犯呢有帶一名黑衣男子進入到家中 那麼經過調查發現這男子就是洗魚缸的工人 他向警方公稱當時進到屋內的時候 其實有聞到異味 不過呢他因為發現了整缸魚都已經死亡了 所以懷疑這個異味是從魚缸裡面散發出來的 所以他沒有多想清理完就結束回到店裡 也都沒有跟其他的同仁同事說些什麼 直到警方來調查整起案件告訴他事情 他才知道原來當時屋內已經有人死亡 那這件事情呢也讓他非常震驚 目前向老闆來提出離職 不過現在人離職還沒有確定 還在休息目前是沒有上班的狀況 而警方也排除他涉案的可能喔 那麼呢現在人嫌犯 張信嫌犯已經在三桶派出所在進行訊問 那麼整起案件也越來越明朗了 因為我非常震驚 我會打死了